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8月中旬了 我们可以开始逐渐的准备种冬季过冬的蔬菜 过冬蔬菜其实很多 特别是在湾区这个地方可以种的菜很多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也种一些萝卜 因为种萝卜的时候可以吃萝卜叶 然后到开春的时候还可以吃萝卜 冬天吃萝卜叶 一冬天有萝卜叶吃 然后到二月份的时候 一二月份开春可以有萝卜吃 所以我们强烈推荐大家种萝卜 我们还有一个视频 就是专门是讲种萝卜的视频 然后还推荐大家种雪豆 Snow pea 这个雪豆就是说除了吃豆 而且我们也是很喜欢吃那个 弯豆苗就是大豆苗 这个商店里卖的大豆苗很贵 然后我们可以冬天的时候可以自己种 而且特别是冬天在湾区这个地方 你种东西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除了育种这一段时间 到了过冬的时候都是不需要浇水的 因为雨水很多 所以说一般就是说它很经济实惠 这个Snow pea呢 它比较喜欢酷的那种weather 就是冬天 冬天还有一就是喜欢水分多 是吧 然后呢我们还推荐 我这里除了有朋友给的这个青萝卜种 还有圆萝卜籽 还有粒节籽 然后呢我就想每一种种一点 然后呢还推荐大家种的这个Cale 这个Cale呢就是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也很容易种 还有呢我有这种那种大绿叶菜 我每年都种它几颗 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小青菜 小青菜种 再一个呢就是这种萝卜 也是冬天比较适合种的东西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把这几个东西呢 育育种 那育种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现在地还没有空出来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用这个 地还没有空出来 所以呢我们现在 因为地里现在都还满满当当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想把它 在这个盆里先把种育上来 那育种的时候呢也是就是找一些土 然后呢放到这个育苗的这个盆里边 然后呢我们就先把它 都用这个水把它soak一下 就是让它充分的湿透 就是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水呢都把这些土都充分的湿透了 然后呢我现在先种几颗这个雪豆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大豆苗 清炒大豆苗挺好吃 然后呢我就是从HOME DEPORT买的这个SNOPEA HOME DEPORT 然后还有很多地方都卖 都卖 还有DAIR 还有WARMART 好像很多卖 只要卖这些东西地方都有卖的 所以说呢我就把它都放到这里边来 所以说呢我就把它都放到这里边来 差不多了 放两颗比较好是吧 两颗 再先开始 一个 一个出不来 不过你可以把它距离放的远一点 这些冬天种的东西好像都是要在57度到50多度 70-80度的时候重 所以说有的地方如果说气温很高的时候 恐怕现在还不锐了 那这些呢是一些萝卜种 就是把这些水湿透了 然后呢它就不会放了肿以后再渗到底下去 就每一个我都放两个里边 那应该两个里边至少有一颗会活 所以萝卜实际上从以往经验来说不需要种很多很蜜 你要种很蜜的话往往不会结萝卜 哦当然了 哦对我还要再种几个其他的萝卜 这个萝卜就种这几颗 这是青萝卜 这个是青萝卜 好像还有一种是圆萝卜 好像还有一种是圆萝卜 还有圆萝卜 嗯 这个是圆萝卜 这是萝卜头是吧 我也不知道 OK 那萝卜头可能是历届是萝卜 用不了种几颗 因为 实际上多发几个种子放里边可能没问题 因为到时候你反正都要拆煎子 可以煎着吃 可以煎着吃 就说 好了 然后呢 这两种萝卜和豌豆已经浴上去了 这样的话 下午再去浴 这个盆 我想用它来 这个小青菜 弄好了以后 到时候再 见苗 可以了 撒里边就行了 这个呢 我就这样样到上面就行了 到时候 等着长出来以后再一秒就行了 这个盆如果不先湿透的话 这个土不结实的话 你像这个菜种这么细 样进去就可能都漏到底下去了 是 然后呢 我就再 还 这个 Cale 这是 Cale 还有菜花 绿菜花 这两种 我就把它们都样到这里边来 这些 这些Cale 还有菜花都比较好移栽 比较容易活 不容易被移死 好 然后再弄点菜花 然后再弄点菜花 蜗菇叶 这蜗菇的粒特别的小 看见了吗 小小些 所以说这个土 在用之前一定要湿透 要不的话 你弄下这东西 顺着缝就进去 就漏到地底下了 对可以了 把这些种子样上去以后呢 就可以在表面上再浮上一层土 稍微多放一点 financing 盖很多 盖被子 那些就差不多了 然后 我们再 bers 没有 鱼皮 那个地方的土盖的不够 可以了 够了够了够了 盖完土以后再浇上水 把水浇透 不要那么吃 那个水要气一点 对 像喷雾一样那样的 用你水大了以后 就会把那个东西都吃了 对 这种喷雾比较好 消透 焦透 现在有 喷好以后呢就是把它 木到一个地里边 地的地方 然后把它放起来就行 然后每天呢都check一下 就是保持这些土 都是湿润的 这样的话就是 而且这些苗呢就会很快的生 长出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 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